男人是一个被执念操纵的恶人 在逃亡的途中被身为天兵的小周所 灵悟和天兵本该是势不两立的存在 但谁也想不到 他们最终却相爱了 两人隐居避世 共同守护着蕴含蓬莱之力的桃园香 然而蓬莱族中的一场叛逆 却令这对艰难相爱的友情之人被生死所死 小周将桃园香的种子和自己的手镯交给白起 抹去了他脑海中关于自己的记忆 希望他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至此小周在白起的生命中彻底地消失 并且没有在他的记忆当中留下一丝一毫的碎片 只留下一盆可以治愈灵悟的粮药桃园香 而白起则带着桃园香 秉承着对女子的承诺 以治愈世间的灵悟为己任 作为一名治疗灵悟的医生活了上千年 21世纪的今天 金刀林家第26代传人林夏 为了偿还父亲林建南欠下的巨额债务 不得不在各个剧场之间徘徊 而今天他接到的任务就是为一个生日趴满场 林夏被雇主李哥装进准备好的生日礼盒 谁知却被酒店的工作人员 阴差阳错地送到了白起的房间 林夏听到白起的召唤从盒子里跳了出来 尽管他意识到了身边的环境 与自己所想有些不同 但是为了能够顺利拿到用金回家 林夏还是按照李哥之前的吩咐 伴随着音乐为白起表演的一段任务 白起以为这是阿黎的恶作剧 一个响指将收音机弄坏后转身离取 林夏担心拿不到工资一直缠的白起 并坚持要把自己的任务完成 我要抗拒吗 还是都有第一次 你只要放松就好了 此话一出 白起无认为林夏是一个做皮肉生意的不良少女 二人也因此发生了争执 练家子出身的林夏更是直接给了白起一脚 就当白起疑惑身为普通人的林夏 为何会打伤自己一事纠结不已时 林夏却一直追着白起讨要用金 无奈之下白起只好将林夏留在房间内 自己出去寻找经理老陈帮忙解决此事 没想到白起刚刚离开 林夏就接到了李哥的电话 这才知道是自己走错了房间 不料本想立刻离开的林夏 却又不小心将一直偷偷跟随自己的桃园香拿过 等到白起回来时发现人早就已经不在了 而且就连自己视如珍宝的桃园香也随之不见了 于是他赶紧调取了监控 发现桃园香竟然是被刚才那个女人用垃圾袋装走了 这让白起气愤不已 此时一旁的阿里还不忘调侃自己的老板 竟然会让一个普通人类逼到这种成名 第二天一个男人来到林夏家房前 只见他拿出一块骨玉对着这栋百年老宅 脸上不禁露出贪婪的表情 眼睛竟也瞬间变成了红色 这个诡异的男人拿出一块玉对准女孩 双眼竟然瞬间变成了红色 手里的玉石也随之释放出蓬莱之力 让女孩瞬间丧失了心智 不仅乖乖地签下了卖房合同 还被男人下了诅咒 你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明白吗 男人刚走 白起就带着助手阿里赶了过来 想象林夏索要昨天被他拿走的桃园香 当看到桃园香竟然被他栽在一个水缸里时 白起顿时怒火中烧 气头上的白起并未发现林夏的异常 而是追上去警告他 今天算你硬大 别让我再见到你 回去的路上 白起经过阿里的提醒 才慢慢回忆起林夏的异常 怀疑他是被林屋锁 于是命令阿里立刻掉转车头 及时将想要跳河的林夏救了下来 并带回了自己的住宿 回到酒店 白起捡下一片桃园香的叶子 吩咐让阿里拿去煎水给林夏服用 由于桃园香具有宁神安眠的作用 所以林夏服用后一直昏睡到第二天早上 待他醒来后 白起把他约到了咖啡厅 告诉林夏他遇到了被执念操纵的礼物 结果林夏听后 竟然以为白起是和自己父亲一样的神棍 无奈白起只好一个响指 将他带回到昨天的记忆中 林夏回想起昨天的遭遇后 便立刻赶回家中 看到自己的祖宅已经被向伯言占为己有 林夏请求白起能帮自己夺回房子 想到这件事因灵雾而起 白起便带着林夏来到了向伯言的公司 看到林夏竟然还能活着站在自己的面前 向伯言心中不禁有些惊讶 在得知三人是为了林家老宅而来之后 向伯言将购房合同拿给白起过目 这时白起发现他正在贪婪地 吸食着古域的林起 果然合同被向伯言做得滴水不漏 于是他便对几人下达了逐克令 这时一直困扰向伯言的哮喘再次发作 阿里告诉他自己的老板就是医生 可知是肩百病保他要到病处 但是需要他拿出最珍贵的东西作为诊费 一向是财如命的向伯言听后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阿里的提议 临走前 白起将用桃园香叶片制成的熏香赠给了向伯言 晚上向伯言的助手子贤偷偷潜入到白起的房内 被事先埋伏好的三人制服 原来向伯言在使用了白起赠送的熏香后陷入了婚迷 白起也不禁证实了自己之前的猜测 其实子贤才是一名真正的灵物 而向伯言只不过是由子贤的执念所产生的傀儡 若想要救他只能先解开子贤的执念 随即白起点燃了一支箱 去吧 去你的记忆里吧 白起进入到子贤的记忆里 没成想林夏也一起跟了进来 白起想把他赶出子贤的幻境 却发现他的法力在林夏身上竟然不起作用 但是现在救人要紧 白起只好让林夏跟着自己 就这样他们进入到了子贤执念的幻境中 这时下人们端着食物从林夏身边经过 突然 一旦离开这个伞的范围 他们就会来攻击你 为了拯救即将幻化为恶灵的狐狸精 白起进入到他的记忆中 原来在子贤的记忆里 他修炼千年成为了一名情技高超的情师 而向伯言是那个唯一懂得欣赏他情声的人 向伯言听后不惜花重金百两将他留在府中 而子贤虽然已经留在相府一年有余 但仍旧以男儿郎世人 因为他知道自己毕竟是个妖物和人类有别 如果换上女装就更不知该如何拒绝了 不久后向伯言家突遭变故 他仿佛也预感到了自己大事一去 所以想要提前把子贤送到国外闭火 向伯言把他约到梁亭 问他愿不愿意去西洋玩玩 子贤的内心在挣扎了片刻后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向伯言听后有些失落 临走前他再次询问子贤 女娇娥还是男儿郎 我本是男儿郎 不是女娇娥 同样的念白 就宛如两人的初次相见 只是他们都没有将心底的那份爱意表达出来 向伯言带着遗憾离去 一个月后 子贤在酒会上遇到了向伯言之前的手下 得知向伯言已经倒台了 向家的门客也在一夜之间散光 向伯言此时除了性命一无所有 而且他现在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子贤 他不愿意让心爱之人看到自己如此破败的样子 向伯言虽然对外一直宣称两人是君子之交 可是他心里面早就已经喜欢上子贤了 得知向伯言对自己的一片真情后 子贤换上女装后不顾一切地去寻他 无奈现在的向伯言已经落魄不堪 虽然他还留着子贤的情 但却因为他那仅有的自尊不愿与其相见 向伯言承诺 等他东山再起一定把老宅赎回来 然后铺满一屋子的黄金给他做聘语 向伯言请求子贤再为他弹奏一曲 在纷飞的大雪中 子贤再次谈起了出狱那日的凤球皇 向伯言也在悠扬的情声中闭上了眼睛 听到屋内没了动静 子贤赶忙冲了进去 子贤追悔莫及 如果当初能够将心里的爱说出口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子贤不甘心向伯言就这么死去 于是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蓬莱古语 硬是将已经死去的爱人从阎王殿里拉了回来 但是被强行复活的男人 已经不是那个对子贤爱意满满的向伯言了 他只是一个因执念而生的傀儡 只记得铺满一屋子黄金的承诺 却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今想要救他 唯有让子贤放下心中的执念 就在这时白起感应到附近有天兵出现 如果让他发现身为妖物的子贤 毕竟会直接将其斩杀 白起只好派阿里用香把杨姐迷晕拖延时间 自己则再次进入子贤的记忆 必须在他变成恶灵之前将其救出 灵下见状也紧随其后跟了进去 谁知和白起走散的灵下 一进来就遇到了变成恶灵的子贤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心智 就在他挥刀砍向灵下的时候 白起及时赶到将他救了下 并劝他能放下执念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但现在的子贤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杀戮机器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只见他举起刀向着白起冲了过去 就在刀子插进心脏的一瞬间 子贤发现眼前的男人竟变成了相伯颜 他终究会死 这使灵下想到 或许如果当时相伯颜没有离开 那么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于是灵下带着子贤回到房间 换上了当年相伯颜送给他的红色裸裙 然后把他带到了当年两人分别的那个晚上 把你想说的全部都告诉他 虽然改变不了结果 但彼此也就不再有遗憾了 相伯颜转身看到身穿女装的子贤 难掩心中的喜悦 他眼含泪水地问子贤 究竟是男儿郎还是女娇鹅 女娇鹅 永远都是女娇鹅 相伯颜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子贤再次为相伯颜弹奏起那首凤秋皇 在听此曲 相伯颜心中的思绪早已与往事不同 他痴痴地看着子贤竟也湿了眼眶 这一刻两人终于都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子贤从记忆中醒来 拿走灵狱 放向伯颜的原神离开 而后将其交给了白起 还把房子的钥匙还给了灵下 子贤的事情圆满解决后 白起打算亲自去会一下天兵杨简 奈何他根本不是白起的对手 就在白起离开时 杨简发现他手上佩戴着的手环 竟然和自己一直暗恋的女神 生前所佩戴的一模一样 怀疑他就是当年杀死小周的凶手 但是两人谁也没有发现 一个女人正躲在暗处偷偷观察 还将自己看到的汇报 给了一个神秘的男人 剧组正在一个凶宅拍鬼片 没想到竟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电影才刚刚开机 一个白色的人影就从镜头前面跳过 导演转头呵斥 演员为什么不按自己要求的时间出场 可林夏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动过 就连一旁的助理也说刚才镜头里的好像不是他 就在导演疑惑时 有鬼啊 大家害怕得四处躲藏 只有林夏怀疑这可能是林雾在导鬼于是四处查看 结果在一间房子里发现了装鬼吓人的小男孩 大家在林夏的召唤之下纷纷回到现场 被吓到失魂落魄的导演见对方只是一个孩子 瞬间来了勇气 对着这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大打出手 这时原本平静的夜晚突然妖风刺起 导演认为这一定是男孩的同伙在导鬼 于是不顾众人的劝阻打算亲自去教训一下他 不料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导演身后 只见他眼泛红光 一只手掐住导演的脖子 轻松地将他举到半空 众人见状不禁再次逃跑 林夏担心男孩留在这里有危险便带着他一起离开 谁知阿秀不仅不感谢林夏 还埋怨他多管闲事 要不是你们这群大人非要来捣乱 我和我姑姑住得好着呢 林夏这才知道 原来刚才那个林雾是阿秀的姑姑 但是她的姑姑最近生病 一直躲着不愿意见她 林夏不忍心将阿秀一个人留在补宅 决定带她回去找白起来医治她的姑姑 在林夏的各种胁迫下 第二天白起独自一人来到补宅 并告诉木美自己可以为她治疗 让她变回正常人类和阿秀一起生活 但是一旦变回普通人 木美就无法使用蓬莱之力掩盖自己脸上的伤疤 她害怕阿秀看到自己现代的样子 于是拒绝了白起的好 还让她转告阿秀忘了自己永远都不要在乎 白起回到家将姑姑的心愿告诉了阿秀 不忍心看阿秀失去唯一的依靠 林夏带着她再一次回到古宅 在阿秀一声声的呼唤中 木美终于露面了 她把阿秀打发回房间后 把林夏单独约到了一间屋子里 然后将自己的真面目展现给林夏 看到对方害怕的样子 木美赶忙用手遮住了脸上的伤疤 这么多年她一直依靠蓬莱之力掩盖伤疤 身体早已遭到反噬 她请求林夏永远不要将自己的原本面目告诉阿秀 还希望她能够帮忙照顾这个孩子 可话音未落 一个恶灵冲进古宅想要伤害阿秀 木美看到这一幕双眼镜瞬间变红 片刻间幻化成了一个恶灵 男孩天生阴阳眼 能看到常人看不见的恶灵 她也因此被家人当成了怪物 甚至在后妈的怂恿下被亲生父亲抛弃 临走前父亲告诉男孩 只要把这袋糖吃完就来接她回家 男孩等了一天一夜都没等爱父亲 直到手中只剩下了最后一块糖 她才终于肯承认自己被抛弃了 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女人出现了 她不仅收养了阿秀 还教她读书写字 木美害怕自己的伤疤会吓到阿秀 于是一直使用蓬莱之力为自己易容 但是早在阿秀第一次见到姑姑时 就已经看破了她的伪装 可是害怕姑姑知道了自己的异能 会像父亲一样再次将自己抛弃 所以阿秀选择了隐瞒 木美也因长久使用蓬莱之力遭到了反噬 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容貌 于是她只好以生病为由躲着阿秀 直到有一天 木美在看到阿秀身陷危险后 愤怒之下她彻底失去了理智幻化为恶灵 一掌便将坏人打晕在地 为了保护阿秀 木美故意大声呵斥阿秀 姑姑 我永远不会讨厌你 永远不会害怕你的 如今想要化解木美的执念 就必须在她的幻境中 告诉她阿秀并不在意她的容貌 但是由于木美此时已经幻化为恶灵 所以进入她的幻境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唯一的办法便只有吹响那只蓬莱玉笛 这只笛子是白起曾经的爱人留下的 也只有她的主人才能将她吹响 而且她的笛声可以暂时压制恶灵内心的力气 让白起可以有机会进入到木美的幻境 可是如今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可以吹响她的人了 林夏听后二话不说 抢过了白起手中的玉笛就吹了起来 听到她竟然将笛子吹响 白起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夏 她不相信一个凡人居然能够吹响同来玉笛 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拯救木美 白起交代林夏 在她醒来之前笛声一定不能断 随后她点燃一支枪 带着阿秀进入到木美的幻境 原来木美之前也有这一张娇人的面目 谁知却在新婚之夜 因为一场大火致使她容貌被捂 丈夫看到毁容后的木美 竟也躲了起来不敢见她 从此木美便不愿再见任何人 更不希望别人再看到自己的面目 白起想要利用木美对阿秀的信任 劝导她放下执念 没想到幻境之外却突发地震 林夏也因没站稳摔倒在地 随着笛声的消失 木美再次失去理智 眼看白起已经无法压制住木美的进攻 可林夏却怎么也吹不响笛 就在这时一双手出现握住了林夏 笛声再次响起一切恢复正常 阿秀终于将藏在心底的秘密告诉了 我骗了你 我在记得你第一名人之后 又知道你是什么样子 但我从来不害怕 木美听后不禁陷入了回忆 两个曾经被抛弃的人 因为害怕失去彼此而选择将自己的秘密深埋心底 如今误会解开 木美也终于放下了心里的执念 现在白起必须在香燃镜之前将两人带出幻境 然而在幻境之外 宅子因为地震马上就要坍塌了 林夏先将木美和阿秀救了出去 就在他再次返回打算将白起救出时 房梁突然倒下砸在了林夏身上 白起随之惊醒把林夏抱了出去 这场风波终于结束了 好在大家都没有受伤 木美将戴在耳朵上的彭埃玉石交给白起 变回普通人的他已经不再需要彭埃之力 而阿秀也将当年留下的那最后一块塔 作为回报送给了白起 两个人都放下了过去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回到家 白起向桃园香讲述了这些天的经历 不料桃园香却突然散发出蓬莱之力 将白起迷晕后带入到他自己的幻境中 这一次他终于看清了所爱之人的面目 发现他竟然与林夏长的一名一样 在这座百年老宅里有一间奇怪的画室 每当有人进入这个房间 一些可怕的超自然力量就会凭空出现 房子的主人在接连遭遇到诡异的事件后 已经几近崩溃精神恍惚 管家觉得是有蹊跷 便在好友的推荐下请来了白起 希望他能帮忙赶走房子里的脏东西 并只好患有精神疾病的海灵签 说罢便将他带到海老的房门前等候 我没有被任何东西缠着 也没有发疯 白起见状也不想强人所难 便转身带着林夏准备离开 这时杨检一路跟着林夏找了过来 还自告奋勇地要去海老家帮忙 真是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在杨检的激将法治下 白起接受了管家的邀请决定一同前往 第二天三人在管家的精心打扮下 被带到古宅 通过对古宅的观察 白起发现这个林屋的来历和房子有关 于是他打电话给阿里 让他调查一下这栋房子之前都住过什么人 夜幕降临 正在走廊里休息的林夏 被海老打砸画板的声音吵醒 此时屋内的烛光忽明忽暗 海老正惊恐地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林夏在喊了好几声都无人应答后 索性一脚将门踹开 看到有人进来 缓过神的海老想要将林夏赶出房间 但林夏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打算给海老倒杯茶压压惊 为了保护海老 林夏直接将手中的茶杯扔了出去 谁知海老不仅不感激他 还愤怒地将他向屋外推去 林夏虽然感到十分疑惑 但看到海老态度强硬他也只好先行离开 惊吓之于林夏赶紧吹响了哨子 听到哨音白起和杨简同时顺移到他的身边 而那个女人却早已消失不见 为了林夏的安全 白起把他和海老送走后 便和杨简一起再次返回古宅 他发现其他房间都没有一样 只有海老的画室出现过那个女子的身影 于是便来到了画室查探 果然女人再次出现 但女人并不是普通的灵物 所以白起的催眠箱对他并没有任何效果 直到杨简出手他才意识到 刚才那个女人只不过是灵力创造出来的幻想 就在此时 画室的一面墙壁却突然散发出蓬莱之力 随着墙纸被一点点撕开 两人彻底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是刚才那个女人 男孩出身富贵却先天残疾 没想到却被一只画笔改写了命运 这天母亲为他请来一位先生教他画画 柳先生一见面就送给了他一只特殊的画笔 谁知原本不能握笔的男孩竟然真的画出画来 柳先生告诉海明迁 这只笔具有蓬莱之力 能画出事物的过去和悲喜 甚至还能使他重获健康 果然在神笔的加持下 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在海明迁出师这天柳先生叮嘱他 记住 千万不要画自己心爱的人 柳先生走后的很多年 海明迁甚至连人像都不敢画 直到在一次舞会上 他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 两人一见钟情 为了爱林海明迁违背了老师的教诲 他画出了爱林的悲喜 也从画中看到了他是汉奸的女儿 可海明迁并不在意 因为他也同时看到了爱林内心对自己的喜欢 两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但海明迁却不再相信爱林的语言 而只相信自己从画里看到的 他从画里发现爱林频繁和他的旧情人蔡志诚来往 还不顾对自己的承诺又去给他当模特 在蔡志诚的话里他很快乐 海明迁从没见过这么快乐的爱林 于是他怒气冲冲地找到蔡志诚并对其大打出手 回到家 爱林对自己见蔡志诚的事情向他道歉 可海明迁不仅不接受道歉 还对他恶语相想 你从来就不要爱过 爱林捡起地上被撕成两三的画像 彻底从海明迁的世界里消失了 爱林走后 海明迁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直到再次遇到蔡志诚 他明明被你画得那么开心 他那么开心是因为他怀了你的孩子 海明迁这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于是四处寻找爱林 可他却像一阵烟一样消散在空气中 正如柳先生所说 没有了爱林 海明迁再也不能画画了 他只盼望有生之年能够再见爱林一面 再为他画一幅画 也正是因为他对爱林的执念 才让画中的蓬莱之力幻画出了这个满脸伤痕的女 为了帮助海老从自己的执念之中解脱出来 白起决定帮他在自己的梦境中与爱林再次相见 但是他们这次进入的是普通人的梦境 一旦开始机会就只有一次 白起带着林夏进入到海老的梦境 两人必须在爱林离开前将海老带过来 由于时间紧迫 白起把伞留给林夏后独自去找海明迁 为了留住他林夏不顾个人安危将伞收了起来 待爱林接近后又迅速将伞撑开 就这样反复几次后眼看爱林再一次逼近 可林夏手中的伞却怎么也打不开 暴露在伞外的他成了爱林攻击的对象 林夏用力挣脱开对方想要再次打开雨伞 就在男人伸出手的那一刻 眼前正在行凶的女人竟然瞬间灰飞烟灭 恶劣 三人从梦境中醒来 林夏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了杨姐身上 原来为了帮助海明迁从自己的执念之中解脱出来 白起带着林夏进入到她的梦境中 他们要在爱林离开前让两人见面 不料杨姐却突然闯了进来 在桃园香的作用下也进入到了海明迁的梦境 恰好看到林夏有危险 于是便不顾劝阻将爱林的蓬莱之力收走 也因此让海明迁失去了见到爱林的唯一一次机会 林夏生气地将杨姐赶出房间 看到因任务失败而闷闷不乐的白起 林夏把她带到路边摊喝酒发泄 没想到白起不胜酒力很快就醉倒在桌上 林夏只好将她扶回酒店 看到一向高冷的白起醉酒后的样子 林夏竟也有些小鹿乱撞 但很快理智便战胜了冲动 她起身将白起裹成了一个粽子 还幸灾乐祸地给她拍下了照片 没有见到爱林的海明迁思念成疾 甚至又出现了幻觉 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二人出狱的时候 牵着爱林的手跳起了那只华尔兹 还借此向她道出了心底最深的歉意 但话刚说出口 她就发现眼前的这个女子并不是爱林 虽然她的打扮与自己记忆中的爱林一样 但神态却完全不同 此时白起带着众人出现 告诉海明迁这个女孩就是爱林的曾孙女 也正是之前林夏与海棠的偶然相遇 才让她注意到了这个女孩 海棠将曾祖母留下的话交给海明迁 她这才知道原来爱林从未怨恨过她 反而因为当年自己欺骗了海明迁 害怕她不肯原谅自己所以一直没有回来找她 于是抱着遗憾生下了当初怀的海 只可惜如今爱林已经过世 二人再无相见的机会 得知爱林至死都爱着自己 海明迁虽有遗憾 但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作为回报 海明迁为白起画了一幅画 这幅画正是隐藏在她内心深处最渴望得到的答案 海明迁看着完成的画作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 这时林夏走了进来 海明迁将画作放进信封后交给了白起 并且答应等她完成朋友的嘱托之后 就会将笔送给朋友 从此之后便再也不会使用这支笔了 回到酒店林夏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抱怨 自己带了这么多衣服却没有派上用场 白起则假借看书一直暗中观察 看到她失望的样子 白起带着林夏来到一家高档餐厅吃饭 谁知阴魂不散的杨简也跟了过来 看着不断闪烁的手环 林夏以为附近有灵雾出现便让她先去解决 可是等了很久白起一直没回来 有些担心的林夏便追出来查看 林夏只好冲上去加以阻止 没收住攻势的杨简一时失手将林夏推倒在地 看到林夏受伤白起瞬间暴怒 双眼也随之变红失去了理智 就在白起想要杀死杨简的时候 林夏突然挡在了她的面前 并看到了白起发狂时和林雾一样发红的双眼 白起见身份暴露 什么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 而此时的林夏又看到杨简手上的伤口 竟然可以自动愈合 这才得知原来自己身边的两个男人都非反应 那晚林夏沉思良酒后便来到白起门外 告诉她自己今晚就在房间里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就来敲门 结果白起几番走到她的门口却又退了回去 就这样一夜无眠的二人终没有等过一次 而另一边 玲珑收到了海明迁寄来的笔和画作 她按照玲珑吩咐画出了老师心底的东西 只不过她不能确定这到底是老师的执念 还是她心底最大的恐惧 但是直觉告诉海明迁这个人极度危险 她嘱咐玲珑一定要小心这个人 就在这时她的老板打来电话 玲珑本能地将电话挂断 男人凭借一把神刀不老不死活了上千年 还因此成为了一代名厨 而这把神刀就是传说中的河豚毒 是沈醉小时候再一次下河游玩时无一间时到呢 父亲在看到神刀的那一刻 就知道自己的儿子绝非凡俗 终于有一天沈醉决定瞒着父亲离开家乡 没想到出发前父亲赶了过来 本以为他是来阻拦自己离开的 谁知父亲却从篮子里拿出一碗面递给沈醉 记住 别忘了 家的味道 此刻沈醉感受到了父亲的疼爱与不舍 但他终究还是踏上了去外面闯荡的路 多年以后当他功成名就回到家乡时 这里早已是荒无人烟 多年未见的父亲也已经不知所踪 虽然神刀赋予了他漫长的生命 可是却把他最渴望的东西毁掉了 于是他一直在世上不停地寻找那个已经消失的味道 沈醉凭借着神刀积累了很多财富 但金钱对他来说很快便失去了意义 而滥用河豚毒的做法也提前消耗了他的生命 横癌之力开始反噬他的身体 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再去寻找那个味道 直到有一天 他带着女伴来到了满汉楼 沈醉对这家百年老店十分仰慕 还点了店里的招牌面试平安面 然而只是挑起来看了两眼 他就立马将主厨叫了过来 把这碗面批判得一无是处 随后还将面汁接到在了桌子上 没想到陆宇然也不是好人的 他随手拿起一碗面汤就泼到了沈醉的脸上 面汤顺着脸颊流到了他的嘴里 沈醉尝到了他寻找已久的家的味道 是小时候他的父亲经常会做给他吃的味道 这么多年沈醉活得如同形式走肉一般 直到遇到了陆宇然 他才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 于是沈醉决定留下来 还在满汉楼对面也开了一家餐厅 每天变着法地欺负陆宇然 这似乎也成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乐趣 满汉楼也在和沈醉的竞争中每况愈下 陆宇然不想让自家祖传的百年老店就此没落 于是他想了许多办法拉投资 但都失败了 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满汉楼被一个来自日本的灵雾厨师田野虎车盯上 并扬言要将满汉楼收购到自己名下 沈醉知道虎车想要的并不是满汉楼 而是自己手中的那把河吞 于是他决定帮助陆宇然 你不是一直想要这把刀吗 我拿它当赌注 可即便只是一次 他身体里的蓬莱之力也会因神刀的反噬燃烧殆尽 寿命也会随之走到尽头 于是沈醉经朋友介绍找到了白起 希望对方能够帮自己治疗 但是为了能让他多活几日 白起拒绝了这次治疗 可沈醉又怎会轻易放弃 他把自己和神刀的故事讲给了白起 还告诉他 一个从日本来的灵雾厨师田野虎车 也盯上了这把河吞毒 而且为了逼沈醉出手 他已经将主意打到了陆宇然的满汉楼上 所以沈醉此次必须应战 白医生 如果今天有人拿林夏来威胁你 你会坐视不管吗 白起听后改变了主意 于是两人来到沈醉的餐厅 他拿出花高价买来的澎埃之力 让白起帮他注入到体内 虽然整个过程会极为痛苦 但时日无多的沈醉心意已决 在白起的帮助下 沈醉就如回光返照般再次强大起来 凭借河吞毒的灵力 他轻松拿下了第一局 休息时白起再次来到酒店 借助桃园香的叶片为他治疗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片叶子 而沈醉的身体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所以第二场他必须赢 这时林夏拿着赞助伤送的酒 来到沈醉的房间 祝贺他气开得胜 可不等白起却认完酒有没有问题 性格豪放的沈醉就将酒瓶接了过去 并邀请两人一起碰杯庆祝 不料林夏力度过大碰碎了自己和白起的酒杯 沈醉看后只好自己干了这杯酒 第二场比赛刚开始 沈醉便以精湛的刀工征服了在场的评审 就在众人都认为他已经胜利在卧室 谁知沈醉却突然晕倒在地 原来有人为了帮助天野暗中在酒杯上做了手脚 为了不让林夏自责 白起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他 而后又劝沈醉放弃最后一场比试 因为给他注入的蓬莱之力已经用光 不是还有最后一个吗 用了最后一个你就没法救了 沈醉觉得自从认识陆宇兰之后 他才真正地感觉到了生活的滋味 所以这一次绝不能放弃 被成功说服的白起表示只能保证他能走上台 但剩下的事就只能靠他自己了 第三场比赛 天野拿出了自己的杀手捡怀石料理 裁判们都对此赞不绝口 而此时的沈醉看着锅里烧焦的食材陷入了沉思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时沈醉的耳旁却突然传来了陆宇兰的声音 陆宇兰的出现给他带来了灵感 沈醉想起了那令自己魂牵梦营的味道 于是他在蓬莱之力已经用光的情况下 凭借着记忆中的味道 做出了父亲最拿手的那碗平安面 这一道用真挚感情做出的美食感动了挑剔的评委 最终他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看着不服气的胡彻 沈醉告诉他 你们中国人无论走多远 晚餐都要回家吃的 白起不小心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却不想因此被林夏抓住了话笔 听到白起竟如自己一样早已爱上了彼此 林夏追上去主动亲吻了他 行动的白起也终于勇敢面对了自己的感情 与林夏在雨中确认了关系 这天林夏来到商场为白起买礼物 在这碰到了高中时期的同学陶陶 还被对方强行拉到了同学聚会的餐厅 谁知林夏一进门就被同学当成了服务员 服务员简单 什么服务员呐 这是林夏 看着已经是大明星的林夏却穿得如此寒酸 同学们对着他一顿挖鼓 陶陶则一边炫耀自己的老公是大公司的高 一边对林夏发出了灵红讨问 你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年轻多少啊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问题 正当林夏有些尴尬不知该如何回答时 白起突然出现在餐厅 随后白起告诉陶陶的老公 如果在一个月内不能提高自己的业绩 他会立马将她逐出董事会 说把她在甩出一张明天后带着林夏离开了 原来白起正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 在狠狠地为林夏出了一口恶气后 白起带着她回到家 看着精心装点的院子和心心念念的胡继生 林夏没想到不安事事的白起竟也有着浪漫的一面 就当两人准备在胡继生下甜蜜拥吻时 白起突然看到了一个被锁链困住的自己 但幻境一患而过 甚至都让白起怀疑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就当她整理好心情准备重新亲吻自己的女友时 一旁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被吓一跳的林夏定睛一看 原来是她因躲债而消失多年的父亲林建南 林夏仍对父亲当年一生不想扔下自己逃走的事耿耿于怀 一见面就追着他满院子的 但现在林建南最关心的 是刚才那个要和自己女儿接吻的男人是谁 林夏这才把白起介绍给了父亲 说这是自己的男朋友 但其实早在林建南见到白起的第一眼时 就已经看出来他是一个灵物 你能够放下你的执念 白起听后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看着他不说话林建南继续问道 你连你的执念都放下 又怎么带给小夏兄 林夏父亲的话让白起陷入了沉思 夜晚白起点燃一直想进入到自己的梦境中 这里封印着他内心最阴暗的一面 也就是由他的执念而衍生出的恶灵黑起 由于最近对林夏动了真情导致封印松动 这才让黑起又重新苏醒了过来 难道你梦了小说吗 住口 他是为我们而死 你都忘了吗 看着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的黑起 白起的内心竟也略过一丝不安 第二天 林建南来到女儿房间 问他是否知道白起是个灵物 林夏这才将白起灵物医生的身份告诉了父亲 而林建南又问起 林夏是否真的了解白起的执念 他是否愿意为了爱情放弃执念 如若这都不知道 那幸福又从何谈起 林夏一时嘴硬说自己知道白起的执念 但不能告诉父亲 并且表示自己心里有数 餐桌上白起接到一个通知 说郊外的一栋别墅出现一个恶灵需要他亲自出马 为了保证林夏和阿里的安全 白起独自一人进入到宅子里 虽然最终将其收服 但却在追捕过程中不小心被对方划伤 这时白起发现原本可以自动愈合的伤口 这次却没有瞬间愈合 此时担心白起安慰的林夏追了进来 见他受伤便悉心地给他包扎了起来 林夏的关心让他十分感动 谁知白起的动情竟然让封印再次怂动 白起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没想到恶灵这么快就冲破封印逃了出来 脑子终于自由了 他心不在焉地离开了电影院 没想到恶灵却阴魂不散地再一次出现在自己眼前 由于他是白起恶念的化身 所以不管白起躲到哪里他都会出现 你怎么不接电话 黑起错将眼前的女孩认成了小周 但是经过仔细的辨认后 发现林夏既不是天兵也不是林木 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 看着这张与小周长相一样的面容 此时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便消失在了白起眼前 以无心看电影的白起草草结束了约会打回家中 他抱着侥幸心理点燃了一直向后进入到自己的幻境 发现恶灵确实已经破除封印逃了出去 他惊慌失措地把箱掐断 不料黑起的声音再次出现在耳边 自从白天见到林夏竟然和小周拥有着同一张脸后 他便动了不该有的想法 黑起想要利用林夏的身体让小周重新复活 就在白起因为此事与他发生争执之时 由于林夏察觉到今天的白起有些不对劲 此时又听到他一个人在屋内自言自语 于是假借宋周进屋查看 看到林夏走进来 他紧张地盯着一旁不怀好意的黑起 看到白起受伤 林夏赶紧出去找药 黑起则提醒他这只不过是一个警告 希望他能乖乖地跟自己合作 为了不让林夏受到伤害白起刚回了酒店 但是由于太过思念彼此 第二天两人相约在游乐场并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谁知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黑起又一次出现 这时林夏向白起砍白 那天自己不小心误入了他的幻境 看到了与自己长相一样的小周 于是他问白起选择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他和小周长得很像 为了不让黑起继续纠缠林夏 白起只能很下心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还说他从头到脚出了脸哪里都比不上小周 林夏无法接受白起口中的真相选择了分手 看着林夏离去的背影 白起愤怒地看向黑起决定再一次将其封印 换做以往他可以很轻松地压制住黑起 但是此次他却没有失足的保护 为了以防不测 白起把剩下的熏香和桃园香都交给了杨姐 还将林夏的安危托付给了他 并嘱托他不要让任何人接近林夏包括自己 随后白起把自己关在了酒店的房间 将自己进入到浴缸之中 而后点上了一支箱进入到幻境 为了争夺身体的控制局 两人很快便展开了殊死较量 白起再一次用锁链将其封印 但是此时黑起却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只见他一挥手 旁边的宝剑瞬间插入白起的身体 黑起挣脱铁链狠狠地将白起钉到了柱里上 而此时从浴缸中醒来的正是恶灵黑起 黑起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林夏 想要利用他的身体复活小周 但是由于蓬莱之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见面不久后他就晕倒了 杨姐赶来为白起检查后发现并无大碍 然后又把白起分手的真实理由告诉他 林夏听后 对白起将此事告诉了所有人 但唯独瞒着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生气 这时黑起醒来吵着要见林夏 正愁有气没处撒的林夏 将刚刚醒来的黑起毒打了一顿后 父亲离开 不料还没等他适应这具身体 就听说林夏要去南美洲 很可能再也不会闹 这可急坏了黑起 要是让林夏就这么走掉 那么小周恐怕就难以复活了 第二天他不顾众人的阻挠来到林夏家 起初他还仗着林夏喜欢白起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没想到被正在气头上的林夏拎着耳朵扔出了灵斩 这下黑起总算认清了现实 低声下气的向林夏道歉 可林夏不想就这么轻易的原谅他 于是林夏要求他陪自己再去一次游乐场 因为上次去游乐场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没想到原本不耐烦的黑起反倒比林夏玩得还开心 这让他觉得白起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 这天林夏刚要出门 就遇到了最近老是纠缠他的导演 这次他又以聊剧本的借口约林夏出去 此举恰好被黑起看得一路跟了过去 来到酒吧 导演以帮助林夏找寻人物的感觉 围由带着他跳起 黑起赶来看到这一幕 顿时怒火中烧一拳打跑了导演 还呵斥林夏以后不准再见他 而后黑起还执意要亲自送他回家 林夏听到了这句话 回想起这段时间他的反常行为 立刻反映过来眼前这个人并不是白起 黑起见自己的身份已经被识破 只好先将他催眠 然后利用桃园香将林夏带入到自己的幻境中 黑起把他打扮成了小周的母娘 告诉林夏自己会把他脑海里的记忆全都清除掉 然后在把手环里封存的小周的记忆放进他的脑子 这样小周就可以复活了 说罢黑起放火烧毁了林夏所有的记忆 还好杨简带着阿黎及时赶到阻止了他的阴谋 三人将他带回酒店并询问白起的下落 她死了 你算了 林夏不相信白起已经死了 只身一人进入到恶灵的幻境 黑起告诉他只要拔出宝剑就可以将白起附 林夏听后毫不犹豫地上前尝试 结果不仅没有拔出宝剑 自己的双手也被灼热的剑底烫伤 就这样林夏一连尝试了五六天都没有成功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黑起的阴谋 趁着这几日的休养他的蓬莱之力已经完全恢复 他打晕了阿黎准备离开酒店 没想到却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包 在黑起的记忆中 他正是当年追杀两人并将小周杀害的凶手 变态父亲为了活命 竟然要将女儿的心脏挖出来换给自己 笑笑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只能以此向低请求他放过自己 看到此时的笑笑情绪有些激动 上官恋只好连哄带骗地取得了他的信任 然后趁其不备为他注射了麻醉剂 为了能够请到白起为自己做手术 上官恋绑架了林夏以此作为威胁 虽然黑起并不担心林夏的安危 但想到如果他死了就没办法复活小周 所以只好答应了上官恋的要求 但是黑起却告诉他 伴随着心脏的更换频率越来越高 普通人的心脏早已不能支撑他腐朽的身体 并表示自己可以用桃园香的肿 为他做出一颗永远不会衰老的心脏 上官恋听后有些心动 但狡猾的他还无法完全信任黑起 这时杨姐拿着武器杀了进来 谁知却被悄悄移动到身后的黑起同一道 并收走了他手环上的蓬莱之力 失去自愈能力的杨姐很快便倒在了血泊中 而黑起的行为也赢得了上官恋的信任 同意他为自己换上那颗永恒的心脏 于是黑起让他喝下事先准备好的麻醉剂 在他昏睡过去后将心脏从身体里取出 又把桃园香的种子放了进去 一台换心手术就这样完成了 紧接着黑起带着上官恋来到指定地点交换林夏 没想到阴险狡诈的上官恋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们 他示意手下将两人干掉 由于对方人多势众 黑起很快便有些力不从心 坏人看准机会举起刀向黑起刺了过来 林夏剑撞冲上前为他挡下了那致命的一刀 黑起看到这一幕 不禁想起了当年小周卫就自己中刀的情景 他将林夏紧紧地拥在怀中 脑中不断浮现出这些天与他相处的画面 这时杨姐带着林剑男赶到现场 原来当时黑起并没有刺中杨姐的要害 给他留了一块蓬莱玉石 杨姐也正是通过这块小小的玉石迅速恢复了伤势 但此时他身上的蓬莱之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根本就无法将林夏救回 而林夏的死也让黑起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他回到幻境中放出了白起 白起并没有责怪他 而是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面对 再次拿回身体的白起来到了林夏身边 他不顾自身的安危 将手环转化为蓬莱之力注入到林夏体内 而没有了手环的加持 白起很快便就伤腹发倒在了地上 被杨姐和阿黎带回林宅安置 但是无论杨姐如何运用自己的蓬莱之力 白起身上的伤口都无法愈合 这时桌上的桃园香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自己跑到院子中怒放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他释放的蓬莱之力治愈了白起 他在幻境中醒来 黑起告诉他自己已经放下了执念决心离开 与此同时林夏也在幻境之中见到了小周 他告诉林夏要去完成他生前没有完成的职责 不要让悲剧再次重演 听说白起醒来 林夏便迫不及待地前来探望 人大难不死实属万幸 以后要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这时白起的伤口突然撕裂般地疼痛 他发现自己只要一对林夏动情 身体里的蓬莱之力就会不断地流逝 他明白自己已经时日无多 为了给白起敬礼 林夏亲自下厨为他熬了一锅大补汤 虚弱的白起为了隐瞒自己的状况 强撑着喝了下去 然而刚喝下没多久 他的胸口就疼痛男人很快便晕了过去 因为担心 林夏来到白起的床前亲自照顾 偶然间发现了他床头的一叠性质 原来这是白起写给未来自己的心 林夏顿时又感动又难过 此时白起突然醒过来上前抱住了他 你是贼吗 都看别人东西 看见林夏哭得如此生心 白起不禁心痛地将其拥入自己的怀中 杨检单独找到林夏 在犹豫了几番之后还是把事情告诉了他 维持白起生命的力量 是桃园香赋予他的蓬莱之力 对于白起来说 他对你越是动情 力量就会加速衰竭 救一下 林夏听后悲痛至极 他不敢相信白起会死是因为爱上了自己 这天夜里林夏独自在院子里喝着闷酒 而楼上的白起则站在窗边默默地注视着他 这一夜对于两人来说都注定无名 经过一夜的思考 白起把林夏带到外面 他想在死之前好好地陪陪林夏 不管这时间是三天还是三小时 现在的他只想珍惜剩下的每分每秒 白起在花田向林夏求婚 林夏内心虽然十分激动 但还是希望在此时能够有一名借译 为此白起寻遍周围 最后只好找来两个罗姆充当戒指 还许诺和他永远在一起 虽然这是个他已经无法践行的承诺 晚上白起抱着林夏一起躺在沙滩上看星星 告诉他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在了 就让他当作自己是回到了星星上 他真的很希望能和林夏度过更多的时间 但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白起终究还是昏迷了过去 林夏发现后焦急地将他带回了家 杨检看过后表示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他 那就是让白起彻底忘记林夏的存在 不再因为动情而消耗力量才有可能让他继续活下去 林夏此时唯一的期望就是想让白起有机会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 所以虽然内心煎熬万分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杨检的题 杨检带着林夏进入到白起的幻境 他看着自己与白起同相遇到相爱的点点滴滴 强忍着心中的悲痛 把与自己有关的所有记忆从白起的脑海中摸腰 二人好不容易历经了几番波折才走到了这一步 然而从今天起 白起将不会再记得林夏 剩下的只是他一个人在记忆中痛苦煎熬 为了给男友续命 女人抹去了他关于自己的所有记忆 白起醒来之后 总觉得心里少了些什么 阿里见状只好帮他重新梳理了记忆 只是在这些记忆中唯独没有了林夏的身影 尽管这样 白起还是觉得自己的记忆存在一些空白 而每当自己想要将这片空白重新记起之时 自己的脑袋就会疼痛男人 白起虽然觉得不对劲 但也渐渐恢复了往常的生活 阿里表示按照之前的计划 他们也该离开这个城市 还将整理好的资产报表交给他 而白起在翻看了报表后 发现了一个名字陌生的店面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买一个毫无价值的小卖 于是白起根据资产列表的地址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因心情不好 又跑到小卖部打游戏的林夏 你是老板吗 听到那熟悉的声音 林夏顿时愣在了当场 面对白起的突然出现 一时间不知所措的林夏打翻了手边的盒子 白起看着他反常的举动 不禁觉得眼前这个女孩十分眼熟 为了不在白起面前露出更多的马脚 林夏只好趁着去叫老板的机会赶快逃走 见到老板回来 林夏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将自己的情况告诉白起 没能从老板这里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白起也只好信心地离去 第二天他凭借着破碎的记忆找到了林夏家 不禁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 白起见院门开着便索性直接走了进去 此时林夏和笑笑刚走出房门就看到了不请自来的白起 他赶紧将笑笑推出去后自己躲到了柱子后面 心思单纯的笑笑担心自己说多错多 索性直接将人赶了出去 白起看着门口挂着的招牌上写着临时远索 这时阿黎的来电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白起再一次无功而返 殊不知这时桃园香掉下了一片叶子 还偷偷地藏进了他的大衣口袋 白起很显然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 总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少了些什么 这时他发现了大衣兜里的叶片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 桃园香就散发出蓬莱之力将他磨晕 并把他带回到了一百年前的满汉楼 男人正在对着一个老头施法 只见他把老头的心脏从身体里取出 随后又将一颗神奇的种子放入他的身体 待一切结束后老头竟奇迹般地复活了 就在他为自己得到永生而举备庆祝时 谁知却突然抱贬 原来这一切都是黑起的障眼法 天也带着人找到了上官链存放蓬莱之力的地方 打算用他之前存放的蓬莱玉石将他救活 却无奈上官链的心脏已经被黑起破坏 情急之下他只好剖出手下的心脏暂且替代 没想到天也不仅复活了上官链 还意外破除了他身上的封印 复活后的上官链恢复了记忆 终于想起来两千年前发生的事 原来当年作为竹龙的手下 藤蛇基于桃园乡里的蓬莱之力起了邪念 再看到族长把桃园乡的种子 交给小周后心深度计 而小周则是蓬莱圣女 背负着成为天道带领族人回家的使命 因为只有圣女才能利用蓬莱之力 打开返回蓬莱的通道 于是他隐居避世守护着桃园乡的种子 这期间小周遇到了已经变成恶灵的飞起 那时候的他身着铠甲一身利器 普通的天兵遇到灵物只会将其消灭 可小周却想要治愈灵物让他们恢复成人类 他将黑起击败了无数次 可他依然不肯放弃 两人打了多少天 黑起就失败了多少次 在最后一场打斗中 小周故意让黑起有机会伤害自己 可他却没有下手 或许他终于恢复了一些理智 黑起在与小周相处的这些日子里终究是动了心 两人过起了隐居避世的日子 这期间小周为了治疗黑起耗费了大量的蓬莱之力 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自损 黑起被小周的行为感动 为了不辜负他的舍命相救 主动将自己的恶念封印起来变成了白起 这天竹龙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看到小周爱上了一个恶灵 最后还被人杀害死于非命 他的梦一向有预知未来的助力 于是竹龙打算拍藤蛇前去营救小周 可没想到他早就被贪欲索染 想要独吞桃园乡的种子 当时的小周为救白起已经失去了很多力量 无力抵抗藤蛇的两人只能逃跑 为了能让白起活下去 小周将种子和手环交给白起后抹除了他的记忆 自己则被藤蛇用手中的剑刺穿了身体 小周拼尽最后的力量封印了藤蛇 令他失去记忆永远都找不到白起 恢复记忆的上官恋决心要找两人报仇 完成当时自己未完成的邪恶计划 而2000年后的白起再次被林下抹除了记忆 他打算离开这座城市去国外生活 这时掉落在地上的信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看到信里自立行间对林下浓浓的爱意 两人相处时点点滴滴的回忆 竟然也悄无声气地回到了白起的脑中 随后白起来到小麦部找林下 见此时的林下还是装作对自己十分厌烦的样子 白起鼓起勇气质问林下 你是林下吗 我给一个叫林下的女人写了很多信 是你吗 但是为了让她能够平安地生活下去 林下不得不狠心地将她拒绝 随后她一把扯开了白起的衬衫 看到她并没有因为记起自己而救伤复发 说明现在的白起并不爱她 于是便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 这时玲珑突然打来电话约见白起 不料她刚来到约见地点就发现了是有蹊跷 但为时已晚 因为重生的上官恋已经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一颗种子经过2000年的培育 竟然变成了一个人类女孩 她就是2000年前被人杀害的圣女小周 也就是现在的林下 当年父亲看到女儿惨死 绝望之下她不惜违背族规 将小周的元神吸收进桃园香的种子里来复活女儿 只是这一等就是2000年 复活后的上官恋世纪抓住了白起 并以此来威胁林下将桃园香的种子交给自己 林下在与桃园香沟通后拿到了种子 就当她准备出发营救白起之时 却遭到了父亲林建南的阻挠 她担心历史重演 所以执意不愿放她走 甚至不惜动用天兵的力量从她手里夺过了种子 林下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她从父亲手中抢过种子后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救白起 在杨简的陪同下林下拿着种子找到上官恋 提出用自己来交换白起做人质 这时白起告别为由接近林下 趁其不被一把抢过种子并吞了下去 凭借着自己与桃园香融合的力量 她不仅恢复了记忆 还将上官恋手下的一干人等全部干掉 就在白起想要乘胜追击将上官恋也一并消灭之际 体内的桃园香种子却与自己产生了排斥 原来只有蓬莱的族人才可以与桃园香融合 这时一旁的上官恋抓住时机 将种子从白起的体内挖出后 吸收了桃园香的全部力量成为了天道 只见她一手将陵下控在半空 一手控制宝剑想要杀了白起 见此情形的陵下突然爆发了体内的全部力量 在重伤上官恋后与她同归于境消失在白起面前 待她再次醒来时自己已经进入幻境 得知自己已和天道融为一体 不仅可以带领族人返回蓬莱 还可以让所有灵物恢复成人 灵下询问如果自己成为天道白起能否活下去 天道无所不能 看到自己走后白起也拥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灵下痛下决心选择成为天道 白起在知道了灵下马上就要离开后十分难过 表示如果早知道结局是这样自己一定会阻止她 面对白起的念念不舍 灵下答应她等自己完成使命后 便会立刻回来与她相聚 但是至于归期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尽管如此白起还是答应会等她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 灵下每天都在教白起该如何做一个普通人 教她怎么吃药 教她如何与人相处 白起也格外珍惜与灵下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可两人终将还是迎来了分别的日子 白起在临别之际紧紧地抱住灵下 随后通道打开 灵下带着众人返回了彭来 至此以后 每年的这一天大家都会为了纪念灵下而相聚马汉楼 所有人似乎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沈醉疗伤归来和陆宇兰走到了一起 杨简也和笑笑修成正果还生下了儿子东东 而白起虽然表面看起来豁达 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 她的心里始终没有放下灵下 这天白起感到有些不舒服 在吃过药后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恍惚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为她盖上了毛毯 醒来后白起连忙起身寻找灵下的踪影 却无意间发现桃园香竟然再次绽放出花朵 白起更加肯定是灵下回来了便四处张望 结果却没有她的半点身影 就在白起为此感到失望之时 发现自己一直挂在脖子上的戒指项链不见了 她翻遍了整个花园都没有找到 这时灵下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白起回头看到阔别已久的灵下 以为是自己思念成绩产生了幻觉 直到灵下再次将白起叫住 她才肯信自己苦等了五年的爱人真的回来了 弄丢钥匙的白起就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看到灵下从手里拿出那条戒指项链 白起再也绷不住奔向了自己的爱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